8月6日凌晨 巴黎奥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 英国名将霍奇金森以1分56秒72夺冠 在经历了三次大赛亚军之后 这位田径赛场上的最美女神 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时刻 比赛开始后 霍奇金森开足马力 疯狂向前冲刺 争抢卡位 但刚开始 最外道的埃塞尔比亚选手杜古马 用疯狂的表现抢占先机 锁住了第一的位置 然而 200米过后 霍奇金森追到了与之并驾齐驱的位置 第一圈的最后一个100米 霍奇金森更是牢牢控制住了局面 领先对手一个身位 而在他的身旁两侧 分别是杜古马和肯尼亚名将莫拉 霍奇金森状态爆棚 一直急速冲刺 甚至在最后100米时 他没有任何停歇 反而不断拉开领先优势 最终以绝对优势夺冠 冲线过后 霍奇金森激动的掩面 差点落泪 而埃塞尔比亚选手杜古马 以1分57秒15摘得银牌 他伏地不起 不知道是激动和欣喜 还是对汉世金牌的失落 肯尼亚名将莫拉 以1分57秒42拿到铜牌 他也非常友善地与霍奇金森机长相拥 事实上霍奇金森的这枚金牌 是经历9981难经历不断磨砺得到的 2021年东京奥运会 19岁的霍奇金森展露头角 在奥运会拿下了银牌 2022年俄勒冈市锦赛 霍奇金森以1分56秒38夺得亚军 2023年布达佩斯市锦赛 他又以0.31秒之差输给莫拉 遗憾摘银 此前三次世界大赛摘银 霍奇金森的压力和遗憾有多么沉重 可想而知 但这一次 田径女神笑到了最后 她在一群黑人选手中 显得如此熠熠生辉 这个年仅22岁的英国名将 拥有深邃的眼眸 洁白的牙齿 逆天的美貌 在天天被晒黑的田径女选手中 堪称是最美女神的存在 她拥有1.7米的身高 矫健的身材 结实的臀部肌肉 颜值和身材都是逆天的存在 在田径领域 你还见过哪些高颜值 好身材的女神呢 评论区留言一较高下吧